你说 黄大一会儿怎么喝 想怎么喝怎么喝 怎么喝你都恨不过 你在这儿呢 一块一块 都得 坐一起坐一起 我上上去洗手间 非常快啊 你快点 温总 请坐 你自己在这儿喝酒啊 闷酒 不闷 在等人 对对对 说得对 就是有希望就不会闷 是爱等女人吧 我可提醒你啊 千万别上次那样 你非逼我陪你演戏啊 上次 那件事应该算是双赢吧 那根刺在你心里那么久 一直不拔 什么啊 不痛吗 说得太对了 精英精英 最大的特征就是算的精 佩服厉害 你这个 不算是在骂我吧 我骂你干吗呀 我们俩又不熟 你在这儿等人吧不打扰你了 我跟蛋丁再诚心找一桌 小语 我在等的人 是你 你说什么 蛋丁是故意走开的 你等我 是的 我等你 只要有希望 就不会闷 你说的 那我请淡丁帮我个忙 给我安排这个机会 因为从我之前对你的观察 我觉得你应该比较喜欢人直接一点 我 想跟你交往 交往 是的 那我带你男朋友 好吗 不是温哥 如果你现在是开玩笑的话呢 我是认真的 你等一下 太突然了 你现在先别这么看着我 我紧张 你让我冷静一下 那 打听我的这些消息 也是你让蛋丁这么做的 是 我希望能够 准备得充分点 大铃 你给我过来 喝点什么 死边倒人 什么都不用喝 你坐下 温总 您是优质精英男 多少女生梦中的白毛王子 你这突然来这么一下 我真的是受宠若心 你看你人又帅 又有钱 要是有事也什么都有 好歉 小语 不好意思 不是故意要打断你的 只是我觉得 你真正想说的是 但是什么什么 那我这个人呢 也是比较直接一点 你可以直接告诉我 真正的但是 好好 但是 我刚分手了 这事你也知道的 所以我现在还不打算 投入到一段 新的恋爱里面 而且我家呢也不缺钱 我爸特别爱我 我妈也特别宠我 我生活过得很幸福 我不想盘高枝 你这么优秀 又有才华的人 能喜欢我 我真的觉得很荣幸 我很开心 我很惊讶 还有点得意 但是我们俩现在不熟啊 而且像我这个人吧 我喜欢一个人 我就会主动去告诉他 我不会等他来告诉我的 所以 我说的你明白吗 温哲被拒绝了 这个消息如果卖给杂志社 我能赚十万块钱的 会说请你吃小荣家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还要继续 还要继续 是 我的确是太着急了 没准备好 妙妙妙妙 你准备得特别仔细 特别细致 反正我这个人 只谈过一次恋爱 我从来没有受过这种待遇 我真的很感动 特别这个人是你 温哲 我是认真的 要付出 我绝对可以付出 只要我喜欢 你刚才 你刚才说的那番话 我大概也明白你的意思 其实你也觉得 我们需要更多的机会相处 彼此熟悉 时间到了 只要你乐意 你是会直接跟我告白的 那不是你俩留吧 我在这儿太尴尬了 跟电灯泡似的 我先走了啊 你坐这儿 今天的事还不是你搞出来的 他想走 但与我问你啊 我从来没有发现 你还有这方面的潜质 你帮他来八卦我 你以为我想八卦 你的身高体重啊 我是为了朋友两肋插刀 你有没有长眼睛啊 我身高体重哪儿不好 我现在先不跟你说这事 说正事吧 但丁 他成天游手好闲的 不务正业 没钱 还就喜欢网红莲 痴啰啰的低级趣味 除了长相还凑合吧 他这人可以说是一无是处 但他呢 为了他最好的朋友 他可以做他不想做的事 为了他想做的事情 他可以亲近所有 他可以拿出 超出他所拥有的一切 就算是负责人长他也不怕 你俩聊你俩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 温哲 我今天就想告诉你真心话 至少现在 如果让我选 我会选他 玩我呢 又拿我当打电牌是不是 到今天小月你认识淡丁 两个月二十七天 比我们第一次见面 就是你冒充Selina那一次 多出了一个月又一天 那这个差距呢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但是未来我可以保证 我们会有更多的机会相处 更多的机会去了解彼此 我想说的是我温哲不容易喜欢上人 但一旦喜欢上人 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有智者 是金晨 服务员